字幕 mm我是Mira 今集的带你旅游不是带大家走街 而是带大家来吃 fridge 我今次想带大家介绍的餐厅 就是马unchuuu 他在潭室樂天世界Signal酒店的81樓 是全世界最高流程的食韓食餐廳 他們的廚師獎之前在一間叫做卡雲的米芝蓮三星餐廳做過廚師 在100年來了Pietchenna 大概有16年的廚師經驗 但其實卡雲和Pietchenna都是同一間陶瓷公司運營 所以餐廳裡面會有很多陶瓷擺設 每一款不同的菜式都會配不同的陶瓷 他們晚餐有兩款選擇 一款叫日月是15萬瓦 另一款叫龜殼是18萬瓦 這次我選了18萬的龜殼晚餐 和日月有什麼分別大家一會看下去就會知道 基本上樂員單他就立刻上菜 我連麥克風也沒拿出來 他就開始上我的開胃飲 這個是Shit Care 簡稱米羊 是一個韓國的傳統飲品 將米和麥芽發酵而吃 餐廳定期將它的口味改變 例如用番茄或石榴等等 這次用了冬季的當做水果 吃下去酸酸甜甜非常開胃 本身已經夠肚子了 還可以買 Shit Care 本身是一種發酵飲品 裡面有大量纖維 可以幫助消化 還被稱為動物硬化的好幫手 我自己都超喜歡喝它 接著很快就上第二道菜 每一個菜式都會換餐具 但很抱歉各位 我真的超肚子餓 我完全忘記了 還要拍東西 只顧著吃 它是一個很嫩滑的精黏魚 配上海草和黏魚熬的湯 好 喝一口茶 吃之前買一聞 大家看我的表情就知道好不好吃 應該 我第一個感覺是它不像韓式 我之前去過兩間米芝蓮的感覺都是這樣 像中菜 我覺得在韓國很少會吃到這些 嫩滑的質感 但在米芝蓮餐廳裡是會吃到這種 這個魚的確是非常鮮嫩 非常好吃 但我覺得對於我們華人來說 因為實在吃過太多不同魚的做法 無論是蒸炒 煮炸 炆燉焗 最重要就是吃它的嫩滑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就覺得它算合格 平時在香港的酒樓 其實都很容易吃到這個水準 但對於韓國人來說 可能就會覺得它挺有驚喜 因為普遍我們平時在餐廳吃的魚 都要一邊煎一邊就用紅色的辣椒醬去做湯 或者去炆燉 但這個就完全沒有那種所謂的韓式感覺 然後這個就是松子水波蛋 好可愛 它是份子料理來的 中間蛋黃其實混了少許明太子 做回生蛋黃的形態 它下面是有雞肉 鮑魚 章魚和蝦 加上白色松子做的汁和少許黑松露 裡面有很多東西 很豐富 其實我覺得高級的韓式 可能有點像中餐 有點像西餐 但我覺得它的松子湯非常特別 很濃郁 好像在吃花生糊的感覺 是會把你所有食材包覆住 是有一種很軟滑的效果 然後這個是炸蝦丸 特別之處呢 它除了裡面全部都是用生蝦壓碎做成圓之外 它外面的衣不是用炸粉 它是用斜蝦包著來炸的 是這裡的獨特菜單 我現在正確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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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正確做的程序 很好啊 他們 知道我想坐窗口位 然後現在因為剛剛空了 然後他們說幫我轉位 我們有時候吃東西是吃環境和服務 其實我們那天是臨時雨 所以就沒有窗口位 但其實當晚客人是爆滿了 我們因為剛巧窗口位 那個客人走了 所以植員宣傳說幫我們轉位 但想不到肺炎期間 有名氣的餐廳其實都是不乏捧場客 不過它這個有一個非常熟悉的氣味 就是黃金蝦的蛋黃香的鹹香味 好濃喔 它裡面很粗粗的 內脆內濕 不過呢 始終壞人是吃慣了不同的味 其實我覺得是熟悉的味 不是驚喜的味 我們可能是太早點了 是挺好吃的 在韓國的確是比較少吃到這個味道 但對我們來說 可能在大排檔 其實就很容易吃到這個味 換了位之後就來吃這個鮑魚餃子 是Pitana裡面最多人氣的menu之一 將鮑魚切開裡面 加入牛肉扇貝和香菇 上面加綠色的金苔 用傳統的豉油是輕蒸熟 這個景影出來真的漂亮很多 味道是這麼多 到以來 最像我們熟悉的韓國味道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這個的關係 吃下去都挺軟滑 而且它不會因為裡面的材料搶走鮑魚的鮮味 沒錯 這個就是81樓看下去的夜景 這個我是放大了一點 實際上看是會再遠一點 不過那天天氣不太好 所以其實很多景都看不到 但如果天氣好一點上來的話 整個感覺一定超棒 各位如果想享受更寧靜的空間 它會有一個minimum charge 大概是70-80萬W左右 那你就可以享有一個私人的空間 再配合這個view 那各位18萬和15萬的分別 就是會多這個烤鯛魚 它就是用烤母鹽來乾燥發酵 醃製 重點就是它的魚皮 看不看得到 是脆薄薄 魚皮那邊故意用了油炸 哇 超脆 哇 魚肉是超級嫩滑 但是魚皮是超脆 兩種口感同時在嘴裡面 好吃的酒樓裡面會吃到 那些好吃的魚尿 熟悉的味道 那我覺得這個好吃的 我之前那兩間 30萬一個午餐 超脆的 晚上也這樣 它還有酸酸的汁 應該是你加一些檸檬 它是有一點 像是西式煎魚的時候 會撒幾滴檸檬的那種清新感 不過我覺得這道菜其實都蠻巧工夫 加上旁邊牛榜白菜紫菜一起吃 整個油膩感都減低很多 吃下去是蠻舒服的 那因為剛才吃了很多海鮮 為了清新後康在吃煮菜之前 會上一個炸泡菜漿和水蘿蔔泡菜 韓國人很喜歡吃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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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超级爆好吃 因为本身的泡菜脏脱脱脱 上面加上甜甜的番薯 再加上酸酸的骨子啫喱 不同的感觉在你口腔里面跳舞 这个叫铜纤棉 就是将萝卜加盐去腌制泡菜 这里有个小故事 因为以前韩国是没有现在的地暖 所以大家就会在家里烧煤球来报温 因而这样发生了很多一样发散中毒的意外 而铜纤棉里面的消化煤和营养素 是比正常的萝卜多8倍 所以被称为天然腸胃药 和营养里面的流成分是有助帮忙释放一样化碳 所以韩国人如果中毒就会立即喝来急救 这个就是熟成了三世里的西冷 再用鹿的时间干醋熟成 期间用了天日盐 它就可以减除苦味 所以干醋熟成的时间越长 价钱会越贵 旁边还配上新鲜叶剂的泡菜 是偏咸不酸的 闻下去有点像猪肉干的味 美甄香猪肉干的味 但是咬下去很圆 吃也有点像 我知道它的油腻感有点像 我记不记得它的脂肪分布 白色那种 它加上盐和酱汁 然后叫我们分开吃 可能会更好 会不会那么闷 我已经漏了 但我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它除了像牛之外 有点像叉烧 五年少人饭 哈哈哈哈 你看它肥叉的感觉 不行 我觉得很脏 嗯 好好吃 超好吃 这个不能喝酒 18万和15万的叉烧 就是这个饭了 上面这个是雪鱼 下面看到有些菜 这个就是鸡菜 很多韩食里面都会出现 有点像菜肝的感觉 很多客人吃过这个石头 execution 都大赞好吃 然後配上叉烧 叉烧烧烧是干原度速造的香肚料理 再加上几款不同的盘餐小菜 小菜对韩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他们吃小菜一定要拌饭 很害怕外国人不知道 所以他们要特别强调 咦? 它用瑶柱了 看我的汤水有没有瑶柱的味道 很酷 为什么它弄得这么像瑶柱 为什么有这样的瑶柱味 很生氣 飯是正常好吃的 比起這個飯 我覺得這個湯很特別 它是完全沒有放瑤柱 但是我覺得有瑤柱的味道 證明它的湯很鮮 接下來就是甜品時間 會有三款不同的甜品 要由右邊吃到左邊 首先第一個就是 豬仔薯仔冰淇淋 其實跟豬是完全沒有關係 只不過因為生得比較不美 所以就被稱為豬仔薯仔 它是加入了牛奶 長時間去做它 下面會有少許甘吉類的脆片 酸酸甜甜 中間這個是羊羹 是把糖或麥芽糖 加入紅豆蓉裡面製成 這個是最特別的 待會再跟大家說是什麼 非常好吃 這個好好吃 這個是全晚最好吃的 酸甜鹹 雪糕有點鹹 多吃兩口會覺得 雪糕有點甜 吃完雪糕 因為雪糕太甜 你就會覺得這個紅豆 糕 味道不太明顯 但我覺得算挺好吃的 完全是用紅豆蓉 壓成一個長方形 紅豆的精華 這個它說要一口吃 讓它在口裡爆開 嗯 它外面那種有點像啫喱 我覺得三個都挺好吃的 但我覺得這個小孩一定會不喜歡吃 老人甜吃的感覺 就是你喜歡吃的 我OK 糟糕了 你不怪它有一種養生感覺 我覺得苦苦的 其實它是分子料理來的 將乾脂磨碎之後 做成圓形的卵狀 再用玉桂粉去調味 啊 糞啊 我發現它們很多用糞來去 即是加入了 糞的就很好吃 好 吃完甜品 整個COST就完結了 今餐剩餵33萬 因為叫了1個15萬 1個18萬 你說值不值呢 我覺得15萬吃一頓飯 而且是晚上 我覺得是非常OK 留意它在酒店81樓 因為其實我覺得吃一頓飯 味道是固自然重要 但是它的環境 氣氛 服務 整個感覺 其實都是包含在內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得到米芝蓮一升 但是如果你說單憑味道來說 我覺得挺好吃的 但是就不是那種一線難忘 令人永遠沒有辦法不記得的味道 沒有那麼誇張 是不錯 挺好吃 因為我真的覺得華人 可能吃慣了不同的味道 對很多味道的接受能力都很強 所以不會特別覺得經驗 說真的 其實這間米芝蓮一升餐廳 我絕對不會因為它的味道而再來第二次 但是如果我約了客戶想邊吃東西邊開會的時候 我都可能會考慮在這裡吃個商務午餐 或者是約了長輩吃飯的時候 需要去一個比較得體的場合 這間Pietchannel的服務 我也覺得是一個不錯的資訊 好 今集代理旅遊米芝蓮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看我吃東西看得開心啦 好 下集的代理旅遊究竟我會去哪裡呢 其實話說11月份的時候 我去了一段濟州島 那我就拍了一些VLOG回來 那如果沒意外呢 希望下個星期就會出 濟州島的代理旅遊 大家請期待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Bye Bye VLOG